中国贵州封控防疫把人带去外地隔离 却发生巴士车祸夺走27条人命 18号的这起意外却被官方噤声 舆论统统统被封杀 下架负面评论多达108个账号被封禁 中国大动作消音可见事件真相不单纯 事件之后官媒甚至反推贵阳先进的观光宣传 预盖弥彰 想粉饰太平 适逢二十大召开前舆论炸锅 让官方赶紧开除三名官员交差了事 强硬风控惹得中国境内民怨四起 即便解封也是乱象不断 近来四川成都就民众拍到都凌晨12点了 火锅店外还是大排长龙 民众排了400多桌还是进不去 中共雷厉风行的维稳政策 难保不会在二十大期间出现反作用力 在新闻 黄泉一报道